我們現在請第三位候選人張柏威先生發表證件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登記第六號的張柏威阿威啊 大家都叫我街頭藝人阿威 因為阿威在全台各地主要在推動的就是文化藝術的運動 目前在全台包括像淡水、高雄的愛河 甚至我們臨近最近的日月壇 都有阿威推動街頭藝術以及文化觀光的結合 成功的打造了許多非常繁榮的商圈 而這個部分阿威個人認為是目前南屯區最缺乏的一個部分 我想其他的候選人都非常的優秀 不但推動的建設、鋪路、棗橋等等 幫我們的環境營造得很好 這都是其他候選人非常優秀的地方 但是阿威整個分析全台灣甚至全台中在主推文化觀光藝術的這個部分的名義代表 非常的欠缺 特別是在台中文化城的這個領域 阿威也在許多朋友的鼓勵之下 這次才以一個政治新人 但是是一個文化兼兵的一個角色 決定出來參選我們台中未來大台中直下市的市議員 也就是希望能夠把阿威這幾年在全台各地推動非常成功的 不管是觀光景點甚至形象商圈等等 能夠帶進未來的大台中 因為大台中未來的範圍非常的廣大 涵蓋了三海魂 我想能夠積極的開發的話 才能夠真正的把台中打造成一個真正的文化城 而這次阿威參選主要也提出了六大政見 第一個阿威其實長期都是扮演著一個弱勢代言人的角色 包括就在台中市幾年前市政府準備要廢除街頭藝人證照 準備要廢除這個庶民文化的時候 阿威當時也不計個人的利益 當時我就站出來挺身 為這些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弱勢們發聲 所以今天台中市才有這麼大家稍微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這種庶民文化藝術存在 我覺得這是阿威一直以來扮演的一個弱勢代言人的角色 那以這一次所有的候選人當中 可能其他是扮演藍綠政黨的角色 阿威也是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弱勢代言人的角色 在這個角色上面我希望能夠成為鄉親朋友們能夠來拉拔的一個對象 第二個我覺得南屯需要商圈 因為南屯是我們台中市最早發源地 但是到目前為止一個形象商圈都沒有 我覺得歷任的市長市議員都虧待了我們南屯鄉親 所以在這裡阿威也很希望能夠把我在全台各地推動非常成功的形象商圈的經驗 帶進南屯甚至對未來的大台中能夠貢獻一點經驗跟力量 所以南屯需要商圈 這是我非常極力要推的第二個政見 再來提升就業率 我想台灣在歷經金融風暴的時候 許多人被裁員甚至放五星價 當時阿威鋪設了這個街頭藝人的平台 其實拯救了非常多無助的家庭 甚至因為無星價沒有錢繳房貸 沒有錢繳車貸的這些繳房租的這些人 都跑來找阿威 希望能夠透過街頭藝人這個舞台 能夠找到他們一個短期間能夠謀生的一個機會 所以其實阿威這幾年一直不斷的不只是在帶動形象商圈 推動文化 推動庶民 推動觀光之外 其實阿威也著實的創造了許多的就業機會 這點也是阿威非常有成績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也可以跟南屯區的親朋友們報告 再來我覺得未來的大台中 它必須要發展成一個國際觀光文化城的話 絕對非常欠缺的就是阿威這一塊 所謂庶民文化 因為阿威在推動的這一塊 其實是可以讓所有的台中市民 出門就可以遇見藝術 不用買票三千五千一萬不用 你出門到臨近的公園廣場 就可以欣賞到美妙的音樂 美妙的藝術 那這樣子我想才能夠真正的堪稱為世界最佳文化藝術城市 那這個領域我想也是阿威在這個部分 與其他後學人有所不同的地方 其次 關於治安的部分 阿威在兩年前其實也曾經是台中治安的一個受害者 阿威在七起重化區開了一家阿威的店 連續四次遭受小偷的破門而入 不管我把監視器錄影帶交給警方 甚至於我請的是上市公司的保全公司來 都無法保障我的安全 因此我兩年前關店抗議 那當時呢 我還跟警戒提出了一個 我們全民來做治安小兼兵的這個建議 我想現在有許多的環保人士呢 他們都是透過亂丟煙地 亂丟垃圾的一個檢舉獎金 來維持他們的生計 很多的退休人員也是這樣 那我個人認為台中的治安要改善 治安小兼兵的制度應該要大力的來建立 只要讓我們每一個市民 每一個市民的眼睛就像是一個監視器一樣 隨時注意身邊甚至入口可疑的人物 人車每個人都可以現在隨身的相機 手機都可以拍攝下來 當作一個檢舉的資料的話 我相信這樣子才能夠補足我們目前市政府 所謂監視器不足甚至警力不足的情況 所以我在這裡我的建設是希望能夠大力的推動 用治安小見面這個政策 只要大家能夠檢舉因而破案 我們要頒發高額的獎金 讓民眾來踴躍地關心你周邊的安全 我覺得這是改善台中治安一個非常好的良藥 特別是像詐欺案頻傳 到現在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一直沒有辦法改善這個情況 其實詐欺案不外乎是透過ATM轉帳的方式 非常的多 其實我們只要把所有的ATM顯示的字幕 同時顯示出中英文對照的字幕 我相信所有的老百姓也不會因為看不懂英文 然後就在詐騙集團的指揮之下 就去按鍵操作把錢轉出去 像類似這個治安的部分 我想阿威也有一些我個人慘重的經驗 以及對未來市政的一個建議 再來我個人認為我們整個台中必須要真正的達到這個藝術生活化的目的的話 我想真的我們的所有的公園綠地都一定要開放讓我們的人民來充分實用作為藝文空間的場地 阿威近期在從事競選活動走遍南屯區的公園在演唱 應該說我一直在幫胡市長在補足這個所謂文化藝術的能見度 以及所謂打造國際文化層的這個元素 但是很遺憾的 阿威竟然會收到由市政府發出來的公文 這份公文是禁止街頭藝人在公園演唱的公文 這個真的是讓阿威感到非常的錯愕 所以在這裡阿威也要呼籲我們未來的兩位市長候選人 請你們要表態 未來的台中公園廣場律地 是否可以供市民使用作為藝文使用的空間 我在這裡也要呼籲兩位市長候選人你們要明顯表態 阿威一定會透過我的街頭音樂會 來告訴我的所有的藝術工作者 甚至喜歡文化藝術工作的朋友們 哪一位市長支持我們我們就支持誰 這個是我覺得對我們未來生活環境 以及大家全民能夠欣賞到這個藝術的權利 攸關重大 但是很遺憾的 我們在台中市政府的網站上面 同樣的 還會看到這個 鏡子 街頭藝人使用擴音器的 這個條文 大家可以現在可以上網 馬上